OK这节课我们讲一下回购率的分析 那么讲完回购率呢 我们再看一下回购人数它的一个占比分析 在讲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上次课的内容 上次课给大家讲了关于复购率的一个分析 复购率它指的是在某一个时间窗口内 然后我们这块时间窗口呢 多指一个月 在这个月内 消费的次数在两次级以上的用户 我们称之为复购用户 那么什么叫回购用户呢 回购率它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回购用户 以及呢回购人数 那么他们都是同一个概念 有回购的意思 我们回顾一下上个项目当中 我们用到的回购率 回购率它的意思就是说 在一个时间窗口内 消费的用户呢 在下一个时间窗口内 依旧有消费 那么这种呢称之为回购用户 而回购率呢 它就是指的是 你在当前窗口内 消费的用户数 在下一个时间窗口内 仍旧消费的一个占比 这就称之为回购率 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某一个月份里面 用户呢 它有一千人进行了消费 而其中呢 有两百人在下面的一个月份里面呢 依旧有消费 那么我们这块称之为回购率是 百分之二十 也就是说二百除以我们第一个月的消费人数 一千 那么这就是百分之二十的一个回购率 好了这块给大家记一下它的概念啊 回购率 其实我们之前讲过啊 如果说忘记的同学呢 可以翻一翻你上一个项目 它指的是在某一个时间窗口内 消费过的用户 在下一个时间窗口 仍旧消费 占比 那么这就称之为回购率 把这个简单的例子呢 也给大家记在这儿 比如当前月份 当前月 消费的用户人数呢 是一千人 而在其中有两百人 其中两百人 在下一个月 仍旧进行了消费 那么称之为回购率 也就是二百除以我们的一千 也就是百分之二十的回购率 好了有了这个例子呢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当前的这组数据 也就是克路旅行这组数据 如何去计算它的回购率 首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我们的数据啊 我们之前所有的数据呢 都在df里面对吧 我们看一下df 它数据长成这个样子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想求 回购率的话 是不是要根据用户进行分组 然后呢 找到它对应的month 也就是月份 这个月份呢 稍后我们把这个月份 作为时间窗口 而时间窗口里面的值呢 我们可以对frequency 进行一个聚合 比如说我们稍后要用到 它的聚合函数是count 也就是说按照用户进行分组之后呢 然后我们取每一个月份 里面这些用户呢 它的一个消费频率 那么这就是我们回购率的最原始数据 这块要用到的一个函数呢 是数据的透视表 其实我们在之前的项目当中都用到过 PVL的table 主要里面有几个参数 就是第一个 它的index 我们这块呢 用我们的游客 author 作为我们的index 说白了 也就是它的分组字段 对吧 而下一个重要的参数 是我们的columns 我们列呢 用month来作为我们的列头 也就是说 把你的2月份 3月份 4月份 5月份 等等呢 作为我们的列头 而里面填充的值呢 也就是values参数 我们填充的是frequence frequence填充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对每一名游客 它当月的消费频率 进行一个计数 那么计数呢 这个用到的是 聚合函数 aggfunc 里面给它聚合函数是count 好了 再来理解一下 这个数据长成什么样子 首先呢 它的index 也就是说 我们前面 这块是作者 比如说是游客A 游客B 游客C 那么这个都是去虫之后的 我们的游客 而我们这个列头呢 也就是前面这个位置 前面这个位置 存储的是我们月份 举个例子 16年的1月份 16年的2月份 16年的3月份 以此类推 那么里面填充的这些值呢 也就是说 你对A游客 在16年1月份 整体的消费频率 进行一个计数 得出来的结果是2 那么我们就知道 这名游客呢 他在16年的1月份 整个月里面的消费频率是2 以此类推 我们可以得出16年2月份 频率是3 或者说16年3月份 频率是5 等等 以此类推 那么这个得出来的数据呢 就是我们最终的透视表 好了 我们把得到的数据呢 存储到一个新的变量里面 我们称之为pvert purchase 采购的意思 那么在咱们上一个项目当中呢 也是用到的这个变量 存储的我们透视表数据 好了 我们来运行一下 同时呢 先看一下它里面长什么样子 OK 你会发现 我们这个前面 是我们的index 也就是这块的 指定的 而我们这个列头呢 也就是mass 那么这块 我们是通过columns指定 而中间的这部分数据呢 由于它对每一名游客 当月 也就是8月份 整体的一个参观次数 进行了一个聚合 也就是我们这整体 得出来填充这个值 如果说是nan 说白了 你这名游客 在当月 是没有参与任何消费的 所以说他默认用nan填充 那么既然没有消费 对不对 我们不能用nan呢 应该用一个0来代表 也就是fill na0 再来看一下 那么现在就比刚才 看着舒服多了 对吧 如果是0 代表着你这名游客 在8月份 你是没有任何消费记录的 数据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进行 我们的回购率的一个统计 那么再来看一下 什么是回购率 针对这名游客来说 它的回购率 我们是不是先看当月 有没有消费 如果当月有消费 我们再看下个月 是不是有消费 举个例子 如果说他当月有消费 那么继为1 下个月也依然有消费了 对吧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 他连续两个月进行消费了 那么对于16年8月份来说 那么我们这名游客呢 他就是一个回购用户 我们稍后用1来表示 如果说你想看9月份 他是不是回购用户呢 你还要看他当月是不是消费了 如果说9月份 他当月没有消费 那么是不是用0来表示 对吧 而在10月份的时候 他有消费 你针对9月份来说 他是一个非回购用户 因为他在当月没有消费 下个月消费了 那么对于当月来说 他是非回购用户 我们用0来表示 好了 那么知道这个判断逻辑呢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程序该如何写 我们都知道 我们分析的例子呢 是按照我们这个方向去分析的 给到的axis肯定是1对吧 说白了 我们先针对这一名游客 分析他这些月份里面 他的回购情况 这块呢 我们要用到的一个函数呢 就是我们的oplay 首先我们的数据呢 在pvertpurchase里面 对吧 用到的是oplay函数 说我为什么没有用oplaymap呢 你想啊 我们要针对这名游客 我需要判断他整条记录 沿着箭头方向的一个消费情况 对吧 我是需要连续两个值进行对比的 所以说我不能用oplaymap 你如果用oplaymap呢 它就没有这种行和列的关系 它会把每一个元素都进行操作 都进行计算 然后进行操作 对吧 这种呢不是我们想要的 所以说我们这块要进行行或列 我们选择的是oplay函数 好了 oplay函数里面呢 我们要用到的判断逻辑 显然用传统的lambda表达式 是完成不了的 所以说我们这块要用一个自定义函数 那么这个自定义函数呢 我们稍后给它去定一下 先用问号来带站位 而我们这块要给的axis 用1来表示对吧 好了 我们把这个自定义函数来写一下 自定义函数呢 我们给它几个函数名 叫purchase return 那么这个函数呢 需要有一个参数 date对吧 那么这个date 是不是就说代表的是我 每一行数据 对吧 当你下次再执行oplay的时候 好 我现在date已经换成第二条数据了 date 代表的是 每一名游客的所有月份消费情况 消费记录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函数体写一下 其实这个函数体呢 之前在项目当中 我们已经用过了 这块我就快速给大家一带过啊 status 它是一个空的列表 主要负责存储的是我们这些月份里面的状态 比如说你八月份 针对于九月份来说 你在这个月是一个回购用户 对吧 那么用一来表示 好 我把它存进来 下个月九月份的一个状态呢 我需要看十月份的状态才能判定 对吧 判断出来的值 我再存储到status里面 以此类推 那么它是存储的每一个月回购状态 那么这个回购状态呢 我刚才说了 我们有了几个判断规则 它的判断规则呢 就是先去看你当月是不是有消费 那么接下来就是写我们的负循环了 负循环 那么至于说这块我们循环多少次呢 是不是要看我们这个月份 有多少个月就循环我们这个月份的总数呢 减一次 是不是就可以了 为什么 大家想一下 因为你要想判断当前月的一个回购状态 你需要知道下一个月 而我们最后一个月份呢 如果说想知道它的一个状态 而我们在取下个月的时候 是没有的 这个时候会报错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个最后的一个锁引值呢 必须指向倒数第二个对应的锁引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到底有多少个月份呢 怎么求啊 我们是不是要看一下这个Purchase 也就是PVR的Purchase它的一个月份有多少个就可以了 来我们在这块呢 先给大家独立的再起一行 用到的快捷键是Ctrl Shift减号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它里面的列到底有多少列呢 你会发现呢 有这么多列 我们可以用一下长度来去看一下 OK 得出来的是一共有31个月份 那么我们这块是不是要写30 对吗 这块大家一定要清楚 便利每一个月 括弧也就是说最后一个月除外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if里面的循环该怎么写呢 这块就涉及到我们的回购率的一个判断的状态 之前我已经说过好几遍了 对吧 我们需要知道当前月份你是否消费了 然后再去判断下个月是否消费了 对吧 我们先来判断当前月份 本月如果说你消费了 我们给它多打几个警号 如果说你本月消费了 那么我们用if 首先取出里面的数据呢 用datai来取 对吧 消费过 那么我们用的是1来表示 或者说呢 你这所幸用大于等于1来表示 是不是也可以啊 因为我们在这组数据里面 你如果说你消费过 说白了 你你用户在8月份 你的一个消费频率进行一个计数 那么你大于等于1 说白了 你在本月都是有消费的 对吧 那么这是一种情况 我们先给它站位 那么除此之外呢 说白了 你就是你本月没有消费的情况 而你datei呢 也就是等于0了 对吧 我们直接用else来表示 代表你本月未消费 如果说你本月未消费呢 我们直接就给你存储一个状态 我这块肯定要给你加一个nan了 对吧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本月消费 本月消费呢 还需要判断下一个月的消费状态 对吧 下个月我们用的是i加1来表示 如果说你本月消费了 并且呢 下一个月也消费了 对吗 那么这块我们都给它统一用等号来表示吧 如果你下个月也进行消费了 对吧 那么我们这块呢 代表你是回购用户 是回购用户 回购用户我们用e来表示 也就是status .append 这块给它加一个e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除此之外呢 也就是说你本月消费了 我不管你下一个月没有消费也好 还是说是na也好 那么两种情况na 或者说你下一个月未消费 只要是这两种情况 我都认为你本个月是非回购用户 给它加一个status 第二个pand 那么这个时候给它加零 说白了就是非回购用户 好了 有了这个逻辑判断之后呢 我们知道它现在判断的是前30个月的 而最后也就是最后这个月呢 我要想判断的时候需要知道它后面的一个月 我们不知道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块在负循环的外侧 统一给它加一个na 这块为什么要这么加啊 已经说过了 我们现在要想判断你当月的一个状态 你需要取下一个月的值对吗 当你如果说你需要取这个月的时候 你发现你下个月你再取值就会报错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前面30个月状态都已经取到了 而最后这一列呢 我们统一给它加一个nan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它把数据返回一下 用我们的return return呢 返回的时候依然是返回的我们的series数据 也就是一行数据 数据呢 它对应的值都存在我们的status里面存着呢 而对应的每个值 它所对应的列名呢 怎么取啊 是不是用pware的 purchase.column就可以了 OK 那么我们这儿把我们的函数名称给它加上 再运行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数据 那么这些呢 前面都是我们的游客 这是我们的每个月份 na代表着你当前月份 你是一个未消费的状态 对吧 所以说你当前月用na来表示 接下来我们把我们处理完的数据 存储在一个新的变量里面去 叫pware pware purchase return 它的返回数据 那么这个里面存储的呢 都是 回购用户的状态 说白了就是用户 回购状态 都在这个变量 也就是pware的purchase.return 这个变量里面存储 我们去看一下 到底呢 每个月有多少个回购用户 用这个变量 也就是pware的purchase.return 进行一个聚合 也就是sum函数 它会把我们每一个列 说白了就是每一个月份里面 有多少个回购用户 给我们进行一个累加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得出来的结果 在8月份 9月份 10月份 11月份呢 我们的回购用户 你会发现都是0 到了12月份呢 你会发现有两个回购用户 1月份有一个 2月份有一个 以此类推呢 后面还有12个 14个的情况 对吧 那么这些呢 都是代表我们 在当前月份下 你有几个回购用户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回购率怎么求 回购率呢 需要用我们的回购人数 除以我们总的用户数 是不是就可以了 总的用户数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分子呢 它是我们的sum 那么我们的分母该用什么呀 是不是说 你我求出当前这个整个8月份的总的用户数 用count 是不是就可以了 OK 我们把程序写一下 除以我们的pvert 点儿 后面用的是count 那么这个得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回购率 来我们看一下 8月份 9月份 10月份 以及11月份呢 它的回购率 你会发现都是0 到12月份 到12月份 1月份 后面呢 逐渐的开始有一些回购率了 好了 我们接下来把这组数据呢 给它进行一个折线图的绘制 用plot 绘制的时候呢 可以给它加一些简单的标注 比如说title 到19年 到19年 每月的回购率 而我们的这个x轴呢 也就是x label 它代表的是我们的时间月份 y轴呢 y label 它代表的是我们的一个百分比 说白了就是回购率 回购率 百分比 好了 我们运行再去看一下 OK 得出这幅图呢 我们的横轴是月份没有问题 而我们的纵轴是回购率也没有问题 从我们的16年 由于这是17年的1月份 对吧 前面是16年 那么我们从16年开始呢 你会发现 整体的大的趋势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的回购率还是有所上升的 那么 也就是最高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它有多少 也就这条线 你会发现 它大概是4%左右的一个样子 4%的回购率最最高 而最低的时候呢 说白了也就是这条线 也就是回购率为0% 本月没有回购用户 而其中有几次波动比较大 比如说我们这块 以及呢 这个点 还有这个点 以及我们这个点 你会发现这四个点 它的一个回购率呢 都是出现了较大的下滑 至于什么原因呢 我们现在不能分析出来 只能分析出这个月份里面 我们的回购率出现了异常情况 我们看一下到底是哪几个月呢 首先这个是我们17年的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在6月左右 对吧 而这呢 是我们18年的1月 这个呢 这是7月 8月 也就是18年的8月 而这是19年的 1月份 这四个月份 出现了我们回购率的异常下降的情况 至于什么原因呢 我们现在还不从得知 好了 把我们的分析结果给大家记一下 回购率 最高 在我们的 刚才这看的是18年的 应该是在18年的6月份 18年6月份 达到了4%的一个回购率 再有呢 整体来看 回购率 呈现 微弱的上升趋势 但是它里面有几次比较大的波折 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这个点 这个点 这个点 以及呢 这个点 那么它们对应的月份呢 出现了几次 较大下滑 较大 分别是 17年的6月份 17年6月份 18年的1月份 以及18年的8月份 和最后的19年1月份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把我们的回购人数 再给大家进行一个数据的可视化 其实有了回购率 再去拿回购人数 是不是就很方便了 我们的分子 就是我们的回购人数 好了 这是我们的回购人数 直接进行plot就可以了 那么这块呢 我们也给它加一些简单的标注 复制 给它粘贴过来 那么这是每月的回购人数 OK 运行一下程序 好了 我们来分一下这幅图 首先横轴是我们的月份 纵轴是我们的回购人数 整体来看呢 它呈现了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 其中有几个点 值得我们去关注 首先就是这个点 这两个点 这个点和这个点 你会发现 它们的回购人数呢 都是下降比较明显的 那么这块呢 其实它的月份来说 是对照着我们前面的一个 回购率下降来说的 你会发现 在17年的6月份的时候 回购率下降是比较明显的 对吧 而我们在6月份 我们看一下 6月份这个点呢 它的一个回购人数 也是比较多的 也是比较低的 所以说它的回购率 也会很低 可以看出 我们在最好的时候呢 回购人数 它达到了大概17人左右 而最低的时候呢 当然就是零人 也就是没有我们的回购人数 在这几次下降呢 下降之后 你也可以看一下 其实这两个点 它大概平均 也在两个人左右 而这个点呢 下降完了之后 也在6个人左右 那么这是我们通过 回购人数 这幅图看来的 好了 我们这块把分析的结果 简单去记下 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回购人数 回购人数 最多时 在我们的 应该是这个月份 对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月份 它对应的 这是19年的1月 12月 那说白了 这是11月 对吧 也就是18年的11月份 人数为17人 如果说大家想去看 具体的人数 是不是说 把它去打印一下 就可以了 我们这也给打印出来 也就是print 给它打印出来 你会发现17人 是不是说是在这呢 18年的11月份 对吧 那么其中这几次下降的 比较明显 这块我们也给它 简单记一下 其中有几次 回购人数 下降 较为明显 主要在 那么这个下降的 明显的月份呢 其实和我们前面 这对应的是一样的 看一下 17年的6月份 也就是这个月份 对吧 以及呢 我们的18年的1月和8月 我们看一下 18年的1月和18年的8月 在哪 这是7月 这是7月 那么这个就是8月 对吧 那么这块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作是19年的1月 说白了 19年的1月 从1月 从1月开始呢 已经呈现了一个较大的下滑的一个现象 OK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回购率 以及呢 我们的回购人数 他们之间的一个分析结果 结合所有月份 结合所有月份来看 都呈现一个略微明显的上升趋势 但是呢 无论是回购率和回购人数 都出现了几次较大的波动 那么这些波动的具体原因呢 我们需要结合公司的业务部门 然后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OK 那么这就是本次课的全部内容 我们的回购率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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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购率